大家好,我是学妈 首先,感谢你百毛之中收看我的视频 爱因斯塔作为举世文明的科学家 他的医生可谓稀释如今 但是在几命的工作之下 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 每天抽出半个小时行走 有一次,爱因斯塔受邀去比利时访问 国王与王后为了彰显对这位老科学家的重视 手下人生着礼服,欢歌昼乐等候迎接 结果旅客都走光了 爱因斯塔还是不见踪影 后来人们在王宫找到了他 原来在距离王宫还有一站路的时候 爱因斯塔提着皮箱 拿着小提琴一个人步行走到了终点 后很好奇地问 问他为何不乘火车 却偏偏选择了徒步受累呢 爱因斯塔笑着回答说 我生平爱徒步 运动经常会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 现今社会每个人多少处在生活的压力之下 越是这种时候就要越学会照顾自己 养护好我们的身心 而护养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行走 第一,行走,护养身体 冬奥会开幕式 导演张艺谋再一次进入大家的视野 为了冬奥会顺利展开 他每天工作20个小时 同时推进9个项目 开会到凌晨两三点 也是成为家常便饭 很多人在看完这一张行程表后 都不敢相信 到了71岁的年级 张艺谋还有则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其实这背后离不开他长期坚持的一个习惯 张艺谋曾经说 无论官方下雨甚至下雪 自己每天都会快走5公里 走到身体微微出汗是最好的状态 行走不仅是锻炼了他的本能 也使他比一般人看起来更年轻 更有朝气 世界卫生组织承认地 走路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 坚持行走 够增强人的体魄 顿造人的身材 磨练人的意志 越是经常行走的人 身体越是健康 精神越是饱满 发精一生都热热行走 年轻时在巴黎求学 每天上午到卢生堡公园里散步 你老了也没有松懈下来 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是喝一杯牛奶 然后去楼下院子走一走 甚至晚年生病了 住个拐也要走上几十米或者百多米 老星生活了一百多岁 他唯一的理论依据就是 人老先从退老 所以在他看来对练身体走路最好 中国民间也有一句老话 百炼走为先 不同于其他方式的运动 行走对身体的损伤最小 也是最安全 脚步前后脉动的过程中 带来的是全身的舒展和放松 每一次专注的行走 都是对身体的抚养和锻炼 第二行走滋养心灵 行走的效用不仅在身体 更在于心灵 公元1079年一场屋台失案 让舒适的人生跌入谷底 他一路被贬 先是黄州 后是惠州 张州 际遇的潦倒 难免让他偶尔陷入低落的情绪之中 但是这一位千古一遇的大文豪 并没有就此消沉 他选择了美食继位自己 让运动疏散心情 在写给朋友陈州府的信中 舒适提到 陈兮既驱 必时离许 弃筍则缓之 弃筋则振之 投足皆热 宣通畅士 久久行之 当自知其妙矣 每天早上 他都必然快走十里路 走到全身发热 血脉流通 四肢舒畅 汗水的蒸发 帮他清理 基于的忧愁和困扰 来明热报 分享五个有关行走的要点 推荐给大家 第一 行走遵循 357法则 世界卫生组织 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指南 报告曾经指出 最佳运动量标准是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 运动或者75分钟高等强度运动 跑步之类的运动属于高等强度运动 那么行走就是最典型的中等强度运动 如果你想要养成行走的习惯最好的频率就是一周五次每次大约30分钟行程超过三公里 第二适当提速加动作 大家都知道运动出汗对身体的益处非常多 运动增加的排汗可以加快人体内新陈代谢的速度 还可以帮助触排身体内的血液循环 所以我们在行走的时候 要增加速度和动作才能达到闯气和出汗的效果 第三 快走时稳定步数 中国成年人身体活动只能推荐成年人每天进行6000到1万步的身体活动 按每秒走两步的频率计算 6000步大概就是快走40分钟 而1万步就是60分钟 前面提到运动最好养成规律的习惯保持稳定的频次 但是工作的忙碌有时候会使我们难以分身 如果你也是空闲时间不顾地 那么最好保持每次快走的时间40到60分钟 这样更有利于提升心肺功能达到更好的锻炼效果 第四 时间 傍晚4到5点最好 傍晚10分 机体的生理功能比较稳定 是运动的最佳时间 选择晚饭后半小时走一走 可以加快体内的新陈代谢 对增强胃肠道的功能促进食欲的消化吸收有着很大的效用 若是因为时间限制很难达到这一要求 也要尽量在睡前两小时结束对练 这样一来 借助运动之后人体产生的疲劳感 晚上就能稳稳地睡一个好觉 五 场所 塑胶场地 草地最好 行走是一场愉悦身心的过程 选择空气清晰 视野安全的场地 能帮助我们爱上走路时的感觉 塑胶场地具有弹性 草地较为柔软 对膝关节的反冲力比较小 是健走的理想场地 作家周灵说 久坐不动的人 体内生态系统犹如一潭石水 毫无生机 平时经常运动的人 体内生态系统更像是光清泉 干净 成侧 不带一时魂气 坚持行走 给人带来的变化 可能一天两天看不出来 但当你常年累月的坚持 你会发现 整个人的面貌都会换人一心 所以从今天起 迈开双腿 用一场场安静而尊重的行走 护养自己的身心 愿你踏过山川 越过四季 在行走的过程中 成就更好的自己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我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 欢迎您的订阅 点赞 收藏 转发 也非常感谢您的耐心 收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